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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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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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拉尺为人的门户的象征 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才育 如果一个人门崖之间的缝隙较大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无城府 说话非常的直接 不过喜欢信口开河 说法非常的不靠谱 也非常的不中听 容易得罪人 给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 做起事来没有原则 属于漏财散财之兆 与父母缘份较浅 容易发生争执和矛盾 对父母健康不利 九 山根低岸 山根即是鼻子的根部 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 事业 财运和人际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 过于低线内凹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 较为内敛和沉闷 性格方面比较的矛盾 自卑心较重 做事缺乏活力和热情 也不太善于沟通和交接 人际关系比较差 而且六亲缘分浅薄 遇到困难时身边缺少贵人相助 导致收入下降 事业不稳定 容易有中年危机 日子过得一团糟 十 尖门坑蛙 尖门在乡学中国 即是眼角后方靠近太阳学的部位 也称夫妻宫 代表着一个人 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感情运 如果一个人的尖门部位 低傲不平的话 则代表着感情运 非常的不稳定 不论男女 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纠纷 感情上亦有第三者的差组 婚姻情感方面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乡书中也有着尖门低线 常做新郎的说法 婚姻不顺利 容易离婚 多婚 十一 全骨过于平坦 全骨在乡学中也称权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 野心和领导力 如果一个人的全骨 不会长得过于平坦的话 则无视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内敛 整个人缺乏士气 给人一种非常懦弱之感 而且缺乏主见和魄力 做事总是犹豫不决 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喜欢抱怨 而且意志力不弱 做事缺乏坚持 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 能力一般 在事业方面也是缺乏运气和机遇 想要成功非常的难 十二 双耳缺少耳垂 耳得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不计和寿命长短 如果一个人的双耳短小 没有明显的耳垂的话 这种人大多喜欢幻想 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 对现实总是漠不关心 消极应对 做事缺乏理性 喜欢感情用事 非常的任性 做起事来缺乏规划性 平时喜欢铺张浪费 也没有迫切想要挣钱和理财的概念 金钱运不好 肉财较多 十三 眼睛昏沉 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与财气等 落实一个人的眼睛昏沉 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表明 打不起精神 则这样的人 做事总是喜欢虎头蛇尾 常常不能坚持到底 做不到有始有终 就算是有好的机会也抓不住 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 没啥大的前途 这样的人非常不适合投资 缝头必败 尤其是在中年时期 非常有可能会破财天灾 十四 下巴有磕半 下巴在面向中位于面部的夏亭 主管一个人的晚年运食 与拥有财富的能力等 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田宅与房产 不动产的运食等 若是下巴出现磕半 或是在下巴处有疤痕遏制 则这样的人 财运非常不稳定 非常容易破财 甚至会因为一些个人利益 而导致投资失败 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财产 若是下巴处圆热 就算是有磕半 日后也能时来运转 但若是下巴尖销 则一旦失败必定很难翻身 十五 眉毛稀疏 从一个人的眉毛处 可以看出他们的脾气与性格等 若是眉毛长得杂乱 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眉毛一样 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 脾气性格比较粗暴 容易会为了一点的小事情 就与人发生各种争执与矛盾 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甚至还会平白无故地增加麻烦 常常会招着小人上门 各种的眉晕不断 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 估计到最后连自己的亲人 也会全部都得罪光 十六 双眼无神 若是一个人的双眼无神 整个眼睛没有精气神 浑浊无光 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 则往往这样的人呢 本事不大 能力不强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注定干不成大事 估计闹到最后只会赚取基本的生活费 干啥都就是给别人打工的命 所以这样的人 命里无财 也没有啥大的本事 只会到最后越过越穷 最终是奔波一生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北斗眉 富贵长寿 北斗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心宽厚而长 眉头圆润下垂 眉色有黑富有光泽 眉尾长得整齐而略向下探 眉毛也称饱兽工 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性格温厚 富有文采 特别的适合从事一些文职工作 一生运势顺长 富贵而长寿 2. 狮子眉 中晚年发达 所谓的狮子眉指的是眉头起整 眉毛的中心部位略为弯曲 而且眉心粗浓 眉毛为不长得圆圆而下探 整个眉心长得长而疏松 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 性格也比较的直率 做事光明磊落 人缘较好 属于长寿之相 尤其是中晚年时容易发达 3. 春心眉 婚姻不顺 春心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身细长 眉头和眉尾皆向下弯曲 整个眉毛看上去如六条一般 常有这种眉心的人大多内心较为的贪婪 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的花心和多情 缺乏专一 总是三心二意 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 一生也难有太大的出息 婚姻很难顺利 4. 罗汉眉 晚年孤独 罗汉眉光听名字便可以知道其特征 这种眉毛的眉身较为短宽 眉形粗浓 眉尾下垂 这种眉形的人不仅看上去比较粗犷 内心也非常的凶悍 眉毛也称兄弟公 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这种眉形的人个性较为的好强 容易与人产生争斗 兄弟关系也不够和睦 一生较为的坎坷 晚年孤独 5. 戴剑眉 观颂是非 所谓的戴剑眉指的是眉头较为散乱 冲向硬堂 也称眉头戴剑 常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 个性不佳 脾气不好 性格非常的冲动 容易发怒 经常容易与他人发生口角和争执 使得兄弟关系也比较紧张 与父母的缘分也比较浅 让父母操心不断 容易惹上官司 严重者甚至会有牢狱之灾 6. 杂乱眉 贫穷困苦 杂乱眉的特征较为明显 整个眉毛看上去杂乱而硬直 如真一般 此为六海眉之一 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 内心非常的阴险 特别喜欢算计 做事很辣无情 不留余地 容易给自己招来很多的祸端 一生贫穷而困苦 7. 姨字眉 文武双全 姨字眉更容易辨认 此种眉毛的眉头和眉尾 看上去整齐而清秀 看上去就像姨字一般 常有这种眉型的人 一般兄弟缘较好 兄弟关系也比较的和睦 头脑机智 很有头脑 做起时来也非常的果断和正直 而且能闻能武 富贵双全 8. 螺旋眉 兄弟反目 所谓的螺旋眉指的是眉尾除有螺旋装 这种眉型的人大多 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比较糟糕 甚至还会反目成仇 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发生矛盾 人际关系比较的紧张 因此身边小人较多 容易遭到别人的陷害 在事业方面也缺少贵人的相助 一生多灾多难 9. 大扫帚眉 造人厌烦 所谓的大扫帚眉指的是眉毛又浓又粗 眉尾杂乱散开 犹如扫帚一般 这种眉型的人一般性格冲动 脾气暴躁 做事缺乏耐心 人际关系非常的差 容易遭人讨厌 在事业上常常碰壁 一生的运势不佳 最终难成大事 10. 吊桑眉 自私自利 吊桑眉的重要特征是眉毛的位置后方朝下 超过双眼的长度 常有这种眉型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贪婪 而且色星很重 将男女知识看得较重 难有什么大出现 不过如果面部的其他乡里长得较好的话 看上去就会显得很有威感 特别的适合从政 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收入 11. 八字眉 个性狡猾 八字眉的特征比较明显 整个眉毛的眉头部位上吊 而眉尾部分平直向下 或者是眉尾分叉散开成八字状 因此称为八字眉 这种眉型的人一般心胸宽阔 很有度量 而且有胆有识 做起时来也比较的努力 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不过这种人大多比较狡猾 为人处事方面缺乏真诚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尽量还是远离为家 12. 交连眉 奔波劳碌 所谓的交加眉指的是 眉毛的尾部分叉明显 上下之间处于空白状态 或者是两眉相连侵入印堂 常有这种眉相的人大多缺乏理性 考虑问题比较的极端 做事总是犹豫不决 缺乏魄力 而且耳根子比较软 容易听性谗言 没有什么主见最终也难有什么作为 一生劳苦奔波 俗语难看彼子女看罪 一生富贵少是非 是啥意思 长见识了 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价值 不在于他的外貌 侯凤语也说心灵 美比外貌美更美丽 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我们 也大都知道 以貌取人是有势公勇的 甚至会造成人与人交往之中的偏见 危害一 断亲密关系 可在中国古代 一句俗语却被流传至今 奉为真理 也就是我们今天 要说的难看彼子女看罪 一生富贵少是非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在唯物主义盛行的今天 还会有这么一句俗语 教导我们仅平面 相救断定人的命运呢 第二 难看彼子女看罪 一生富贵少是非 跟如今社会 漂亮好看的人总是容易得到 大家的关注和信任 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受优待的情况一样 在中国古代 长得欲数凌风 气欲悬 昂的人也更能获得别人的青睐和宽容 从而走向人生的高峰 在古代社会 入朝为官的条件之一 便是五官端正 一方面能否在朝廷 为官和皇帝的主官意识有一定关系 长得丑陋不堪的人自然很难得到 皇帝的垂青受于官职 而另一方面 文武百官也是朝廷的颜面 五官不端正的人实在难堪重呢 众所周知 清朝的大滩官和审 就是一个出名的美男子 但能在皇帝前 龙的眼皮底下作为作福 称霸朝廷那么多年 除了他阿谀奉承 能拍马屁的原因外 和他的颜值也确确实实有着不小的关系 因此在古代讲究学而幽泽式的大背景下 对于男子的龙貌要求极为严 磕 而在中国古人看来 鼻子常常是一个男子最重要的五官之一了 因为他位于五官的正中央 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气质形象 在古代 男子拥有一个挺拔好看的鼻子 不仅意味着这个男子柔貌优 略 气质不凡 更被人看作是品质高洁 吉祥富贵的象征 与之相反 如果一个男子的鼻子凭他普通 常常会被认为卑鄙无耻 阴险狠毒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更可能会影响仕途 从而走上贫寒期 苦的道路 而女子的容貌在古代就更重要了 中国古代是著名的封建男权社会 女性大都依附自己的丈夫生活 对于女子而言 不需要外出工作 也不需要抛头露面 只需要安安分分处理好家庭分内知识 和谐不惜观 戏就行了 因此对于女生而言 长得不好 就算能力出众也很难能嫁得出去 旧 算能成功出格 去了丈夫家里也很可能会被丈夫歧视嫌弃 在大男子 主义的就是会 男人们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老婆 长得不尽人意 因此常 相不好的女生被嫌弃 甚至被休 从此旗鼓过日的例子实在不算少 著名的就有钟吴燕的事迹 虽然能力出众 却也难得皇帝真心 在终 国古代 一般讲究女子要皮肤白皙 鼻子小巧 眼睛黑白分明 不盼 有神 假如能有一张樱桃小嘴 就再好不过了 嘴巴小 不仅意味着女孩子样貌可爱 也代表着这个女子不会去随意 搅别人是根 在我们现在看来 那种天天八卦 无所事实的妇女也相 当讨厌 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 大嘴巴的妇女喜欢抛头露面 能 说会道 无意让丈夫们非常不满 这些长舌妇们最后的命运页面 不了被抛弃和背叛 我们现在说颜值就是正义 虽然带着调侃 意味 但也的确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容貌的重视 暧昧之心 人皆 有之 我们自然也不能过分苛责那些喜欢漂亮容貌 追求完美容颜的 人们 但是只看美貌 不管内在的陋习 在社会主义的现在 无疑应该被抛 弃 而只因为人的外在相貌 就此评价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这种做法 无疑也是封建社会带来的重要糟粕 实在不应该过分相信 看完了俗语难看彼子女看罪 一生富贵少是非 现在知道是什么 意思了吧 有没有长了一些见识呢 对于俗语来说 他的意思不仅仅 是表面的 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寓意 需要大家去理解消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